首先请教郑市议员你为什么要竞选连任 是一个名词 可是我们居民变成一个动词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往前走 我们抓回来我们的国家 我们说我们要回馈给社会 因为我们也是美国人 这个让我们很多的非华人 看到我们的优势对我们的国家 我们Archidea的话 我们的PPE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说别的城市都从我们拿PPE 我们那时候医院都几乎要垮掉的时候 我们华人站起来说我们要回馈 这个不是因为我 这是因为你 这个我要感谢你 因为你让我今天在2024年的 12月份 11月份 10月份 9月份 不管哪一个月的时候 可以站起来说 我要竞选 人家看到我的时候 他们是看到你 他们是支持我 因为你那时候的话回馈的社会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继续请教正式议员 能否分享你的施政理念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我们华人最关注的 我也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治安 这个不是一个华人的问题 这是非华人 我们每一个Archidea 我们有一个声音 我们是在讲出来说 我们治安很重要 我可以报告给每一个人 我们今年的话 跟我们的警察的工会 提高了我们的福利 对我们的警察 所以我们可以维持 我们最有经验的警察 然后带进来更多的警察 我们在这十多年 我们没有一次 有一个full police staff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 我们Archidea的政府 那时候想省钱 很多次的话 我们付的工资不够多 在那时候的话 在疫情的过程 我们有很多的第一线的人 我们降了三分之一 我们有很多的管理员 management team 也是降了三分之一 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我很不舒服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要对我们Archidea的居民 对他有一个责任 可以对得起我们的居民的话 我们一定要有最好的员工 我们也要有最好的治安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工会的这个条件 刚刚谈完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警察局的话 现在稳定下来了 然后现在已经在多请 员工进来了 我有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的话 也是要更请更多的 华人的警察 这个当然不容易 因为华人的警察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这个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跟我们的华人沟通 可是我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已经开始请了 现在有更多了 所以你会发觉 我们现在的警察局的话 他们虽然警察的话 讲中文不是最重要 可是我觉得是十分重要 因为今天我们服务的人 也是华人 我们希望我们的警察的话 也是可以讲中文 那么亚凯迪亚市民 所关心的游民问题 你有什么具体的施政规划呢 流浪汉的话在Archidea 跟别的城市少的很多 可是我们Archidea 我们的目标 不是跟别的城市来比较 我们的Archidea的标准是第一 那我那时候的话 我是唯一的候选人呢 没有支持Housing first Housing first的意思呢 就是要盖流浪汉区 很多的政治人物 很多人要竞选的时候 他们会讲说我们一定要盖流浪汉区 我觉得流浪汉区的话 不是一个好的解决的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例子 那这个例子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 不能把这个当成一个榜样 我们看了旧金山 我们看了洛杉矶 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城市 做了流浪汉区以后 虽然他的流浪汉有地方住 可是他的流浪汉的人增加 因为周围的流浪汉区 都有很多不好的 算是负面上的事情会发生 You cannot build your way out of homelessness 这个意思就是 你不行盖流浪汉区 解决流浪汉 这个我觉得华人非华人 这不是只有我的理念 这是我们Archidea的 全部的居民讲说 No 可是我们Archidea的居民 也是在讲说 帮助可以 流浪汉区是不可以 谢谢郑市议员 今天接受我们的视讯专访 在这里呢 要提醒所有的华人观众 雅凯迪亚市 在今年的11月5日 要举办第一区 和第四区的市议员选举 选民们一定要踊跃投票 才能够保障资深的权益 那么以上就是东西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